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时没有煮饭就好像回家的感觉来这边就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哦 因为我是住附近的 所以我们整天一家人都有光复这间店 还有我们喜欢这边的卤肉饭啦 铁路便当啦 小吃啦 珍珠奶茶啦 所以一家人的口味咯 所以我很推荐我所认识的朋友 过来评赏一下 试一下应该是他们就可以接受 价钱也是很不会贵 还有很多多用化的食物选择 因为我都觉得我带了很多朋友来 每个都是觉得断铺借口台湾小吃 不错